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排队要加入金砖 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对呀国家想要加入某个组织 一定是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嘛 不然我干嘛加呢 甚至是排队都要加 包含了土耳其在排队 泰国还有马来西亚 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泰国之后马来西亚也申请要加金砖了 所以现在呢 大概有30个国家在排队 要加入金砖的联盟 那当然金砖对中国来说 很多人说金砖算是中国的一个 发起的一个组织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参与 就连俄罗斯驻华大使 其实他也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就是要来去美元化 那俄罗斯的副财源部长之前就说过了 他们要研究一个金砖之桥 本币结算的支付平台 总而言之呢 就是要脱离美国 你怎么看金砖的影响力 我普通要讲英国 英国现在落后来讲的话 他们从英国自己本身 这个保守党苏纳克下台 然后工党这次选举来讲 开始执政 然后他自己从脱欧以后 现在开始后悔 其实从这些以上种种 就证明了说英国确实现在来讲 已经在走下坡了 不再是以前当年那个日不落国 现在来讲的话 由于 尤其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 然后自己本身又脱欧 所以造成他经济上面 确实现在有很大的困难 不然他不会再是工党 在这种 脱离了14年之后 突然一下大胜保守党 就是民心事变 那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当初 只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 他们只是商业投资一个名词 刚好中国印度 俄罗斯 对不对 这个巴西 加起来刚好 日母加起来刚好是金砖 但是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金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我们很具体来讲 他有一个开发银行 对于有2400亿 可以去帮助其他国家来互相发展 第二个我觉得金砖国家 等于是一个中度开发的 这种世界这些国家 共同来跟G7 这种已开发国家来做一个对抗 那这些国家中度开发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讲说 南方联盟 因为这些中度开发国家 当然他们经常会 以前所面临到的 就是说是被这些已开发国家 在经济上面 在金融上面做一个剥削 所以南方国家来讲的话 这些中度开发国家 他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然后在经济上面 在金融上面 有一个联合开发银行 来提供他们贷款 然后彼此之间互相合作 你知道这些人 他们如果说真的团结在一起 在联合国投票 他就赢过很多了 对不对 他影响就很大了 第二个 我觉得金融国家还有一个特色 他们第一个就是 他是以中国为首 这个不可会言 就是以中国为首 那如果说以中国为首来讲的话 当然对G7这些国家影响会很大 那现在最重要是一个 就是他们 如果说金融国家成立一个 就是本币交换 或自己成立一个货币的话 那美国美元势必会示弱 大家要知道美元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美元就是 我就世界强权的一个美元 逼任你国家要用我的美元来做交易 你知道你只要用的是美元交易 你几天美国就有13%的税 被美国抽走 因为换汇之间 对不对 美国就赚了3% 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他只要印钞票 这个你国家 你们用我的美元来做交易的话 我就可以有3%的收入 但现在南方国家界限也发现 说是你美元是不是 这样子我们做了半天 都被你美元来做一个潮汐的一个收割 这个美元账跟跌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国家很多经济的损失 所以他们希望说是 这个金钻国家将来他们在思考 是不是我们要用自己本币来交换 比如说是用中国人民币 现在大概呼声最高 就不要再让美国可以抽一手 然后再加上俄乌战争 他们制裁俄罗斯来讲的话 那俄罗斯本来就是能源大国 他有天然气 那他说你用跟我用卢布来做交易 所以我觉得金钻国家价值轮值国是俄罗斯来讲的话 当然这只跨出第一步 如果要全部都用到本币交易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最起码先跨出这一步 对那尤其中国跟欧洲的这个交易量是越来越大了 因为透过了中欧班列 让大家非常的惊讶 包含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光是中通道唯一的口岸 今年初进的中欧班列 居然已经突破了2000列 这个数字比去年还要快了21天 表示量越来越大 那包含了物流公司 他们说的最准 今年5月底中欧班列呢 他说40尺的这种大箱 运费原本其实大概6000到9000 现在居然涨到1.2万到1.7万美元 因为红海危机 中欧班列成了最佳替代路线 而且比海运 你走中欧班列 你省25天的时间 那当然就省时间也省钱啦 我带大家来回顾 第一列的中欧班列 其实以前不叫中欧班列 以前叫做余星欧列车 当时候呢 就是从重庆出发的画面当中 11000公里从重庆 一路就这样开到了德国 把中国的西部 以及欧洲 这边来做一个连结 那从原本呢要40天的货运时间 缩短到了15天 如果说走中欧班列 其实只要能走中欧班列 所有厂商都省钱 光是航运的话 是省航运的五分之一的价格 时间呢是海运的四分之一 所以林健也很骄傲的说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一万列 这个叫做翻山跨海的钢铁驼队 也是满载发展机遇的黄金列车 中国怎么能想得到中欧班列 最后三分钟时间 我觉得运输有几种工具 各有各的优点跟长处 有海运 对不对 有公路运输 有铁路运输 有航空运输 还有什么管线运输 什么叫管线运输 油管 对不对 天然气的管线 那每一种运输工具都有它的优点 比如说管线运输可能对运 只能运油或者天然气 但是它是最便宜最快速的 那飞机是最快的 对不对 可是飞机是最贵的 那航运来讲是运量最大的 可是你必须要走在海上 要有港口 那我们知道欧洲来讲的话 欧亚是一个大板块 我们看到一个大 以前来讲因为用骆驼干什么 交通还不发达状况之下 来讲的话 陆运其实还不如 因为海运来讲 运量比较大 用陆运来讲的话 加上各国之间的民族重复 所以我觉得中欧班列来讲的话 可以打通这个欧亚的 一个大陆板块的一个运输 其实对未来来讲的话 再加上中级乌的通车以后 其实会将欧亚大陆板块连接在一起 对啊 以前那走海路啊 或许还要很多国家同意 但未来呢 只要呢中间这几个国家 自己桥定就好了 你有钱我也赚钱 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Do Your Care